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来看本轮降雨 今天晚上到明天 大道暴雨将基本会沿着盘地的西部边缘分布 而明天晚上到后天 强降雨依然会稳固的驻扎在四川盘地这里 而且这一轮降雨 夜雨的特征明显 雨水常常是昼服夜出 像亚安未来24小时 雨最大的时段就是在夜里 而夜间呢 往往是人们警惕性较低的时候 鉴于夜雨的危险性 加强对山洪 滑坡 泥石流等灾害的预判 就变得非常重要 纵观全国 明天湖南 江西 浙江等地 也会有一些大道暴雨出现 不过后天这里的雨势就会有所减弱 南方雨水此起彼伏的同时 我国北方一轮雨水 也在此起向东的发展当中 明天西北这一带将率先出现弱的降雨 周三周四 雨水还将会进一步的向东 发展至华北这一带 雨水大范围的出没 也会使得高温 难有盛存的空间 未来三天 北方炎热将会有所消退 不少地方甚至会一下子变得清凉起来 而依然在富二代高压控制之下的华南 未来还是难以摆脱 潮湿闷热的感觉 好了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 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雷震雨转多云22到2940度 哈尔滨情转多云17到27度 长春雷震雨18到25度 水阳雷震雨19到25度 天津雷震雨转多云23到30度 顾河浮雨转中雷震雨 湿宁多云13到27度 西宁多云13到27度 兰州多云21到30度 西安多云23到32度 拉萨尔中雨转镇雨12到24度 成都镇雨22到25度 重庆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 贵阳阴转多云20到27度 昆明雷震雨转小雨18到24度 太原多云17到31度 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29度 济南多云22到31度 郑州多云23到32度 河北多云22到31度 南京阴转多云22到29度 上海小雨25到30度 武汉镇雨24到31度 长沙阴转小雨25到31度 南昌雷震雨转中雨25到30度 杭州大雨转阴24到30度 福州阴转中雨26到33度 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 南宁多云26到33度 海口晴转多云24到34度 海口晴转多云24到34度 广州多云26到34度 江党多云28到32度 澳门镇雨转多云26到32度 北京雷震雨转多云22到29度 南居住 南居 Casa北京人 陆转小雨25到3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